前段时间结束的美国大选真实堪比大片 时间停发全球瞩目 尤其是特朗普办选后的一系列骚操作 又让大选喜提多次热搜 不过今天要说的不是川普 而是在大选一时 也宣布参加的新哈哥手间潮牌主理人 凯耶·凯耶·维斯特 虽然最后竞选失败 凯耶的参选可谓戏剧性 让不少观众惊叫下巴 早在7月宣布参选的时候 就获得了不少支持者 但没想到过了几天又宣布退出 原因是参选时间太晚 做过不少周的竞选人等级时间 你以为事情就结束了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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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月20日凯耶终继续参选总统竞选 不仅好至676万美元 川普一直标榜自己有钱 还畅谈自己的政治理念 比如反对堕胎 反对疫苗 把基督教内容作为校园必修课 结果可想而知 收获全网一片骂声 But who cares 我行我素的凯耶 依然把竞选搞得有声有色 海报 口号 自来水一应俱全 在验收成果的日子 凯耶庄重地在推特上 即将选票的视频 配文 Tip Believe Lincoln 9 2020 Thank you Jesus Christ 与川普的不干不同的是 凯耶落选毫不气馁 他已经将目光瞄准了 2024年的美国大选 并且心机十足 毕竟他关于解决无家可归 和基督问题的政策 还是有人支持的 所以 2024年 敬请期待 说不定真能看到 凯耶足梦的身影呢 希望川老爷子身体抗健 到时候再一展风台 美玩美摇 看看播报 中文字幕提供